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白买 这一视频跟大家聊一聊Apple Watch第六代 上期我在聊特撒的时候 有同学在下面回复说到 就我一个人注意到手表换成Watch 6的 叫我来聊聊感受 其实本来这期视频我是不想拍的 因为我觉得Apple Watch 6对于我们这样五的同学 直接更新上去 基本上属于是一个五感的更新 就它多的一个功能 对我来说无非也就是多了一个 渲氧饱和度的测试 像ECG这个星电图上一代就有 上一代如果你想开通ECG的话 你需要一个外区的 那个Apple Store账号 然后你就能开通 国行是开通不了的 这一代同样有这个功能 但国行也是开通不了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就只是多了一个渲氧饱和度的功能 然后你们也看到了 海外有很多媒体拿它去跟 比如说FDA认证过的一些 渲氧饱和机机枪对比 发现苹果的这个其实是不是那么精准的 所以对于我而言 我就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个 正常的平滑的过渡吧 就完了它出一代我就买一代新的呗 那上一代呢 其实我买的是爱马仕的版本 那这一今年这个就没再买爱马仕了 那主要原因是我变穷了 对然后客观原因 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在手上去买一个爱马仕 去年那一代爱马仕 我当时是10500块钱买的吧 然后今年卖二手卖了6000块 所以我还其实挺满意的 保值率还可以 那今年我换到这个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这个铝壳 加上这个橡胶表带 只售价3199块钱 这京东买的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呀 就作为一个数码电子消费品 你每一代就更新的 好像就这么买一个也挺不错的嘛 我就买了一个 对 然后上一代的爱马仕表带 对我来说爱马仕的皮质特别好 然后看起来也非常高档的 实际也挺高档 还有爱马仕的独享表盘 但是你用了一年之后 那个结论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独享的东西 你用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我就没啥特别的在乎 并且像我这样手比较细的人 如果戴爱马仕的话 我首先是要自己去打一个眼的 但是我自己打眼是没问题 打完眼之后 由于那个表带 我手比较细嘛 它弯折程度要更大 然后那种真皮 在弯折程度更大的地方 就呈现出了那种 快用了一年 就快要断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好像也不是那么合适了 今年我就换了这个塑胶表带 你看即使我这么细不腾腾的手 对吧 这个东西这样的表带 也可以给我非常牢固的锁定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包括今年还另外出了几种表带 有一种就是你看起来 它像是编织 其实它也是那种硅胶的材质 我是觉得那个材质 有一点看起来有点粗糙 然后就有点像麻绳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那种 所以我就没买 今年不是主打这个蓝色吗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这样的蓝色 用了已经有一个多星期 快两星期了 跟大家来聊聊感受 首先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苹果特别厉害的一点是 它除了出了一款这个 还出了一款SE 2000多块钱的价格 这其实是吊打很多安卓手表的存在 就苹果的手表相对于安卓说 如果你是用苹果全家桶 那这没得说 就你肯定会得用Apple Watch 那如果你是安卓用户 对吧 可能你会用了一些 比如说华为的Watch GT 比如说小米的一些手表 但是苹果通过这种 稍微阉割一点点功能 我就可以把价格定到2000块钱 这个区间 对于卖1500 1600 甚至2000多的安卓手表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打击的 所以这也是苹果产品策略上 比较成功的一点 当然那个Watch SE 它是不支持亮屏的 对吧 就是一直亮着这个屏 但我觉得这不是啥特别重要的功能 就如果你的预算只有2000块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是完全可以忍的 然后呢 为什么我把这个包装盒留着 就想跟你们说一句 就是今年因为不带那个五福一安的充电器了 所以包装盒做的更薄了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你知道去年开箱的时候 那五福一安直接扔掉 对吧 其实也是一种自愿的浪费嘛 所以今年不带这个示威系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并且盒子变薄 对于苹果来讲 同样的包装箱你可以装更多 是不是还可以节省一点 包装物料上的材质 那个成本啊 然后同时再说这个手表 这个手表对我来讲 我觉得更新比较大的一点 除了你说那个学养宝罗测试 就是今年的主题中 多了几个有意思的表盘 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艺术家的表盘 就这么一张人脸 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好玩 特别有那种艺术感 然后还多了一个 去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就这有一个类似于这种蓝红 有点可乐盘 有点劳力士那种GMT的感觉 的那个表盘 就我觉得它像劳力士的那种感觉啊 就看起来也不错 然后显得科技感程度上 也都挺好的 然后这个表盘 它同样是多功能的 这四个角你可以放东西 比如像我就在右上角 放了一个噪音分贝的测量 就还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开特斯拉 你又开别的车 你可以保持在同样的速度 然后顺便瞟一眼 虽然它的记录不是那么准确 你还是能知道 特斯拉这个风噪啊 胎噪什么的 跟别的车的一些不同的 然后今年这个蓝色的 这个手表 它底部 因为它不是做了什么血氧宝盒吗 感觉这个底壳又做回了 Apple Watch一代 反正那样的设计 然后凸出来一点 带起来嘛 倒是没啥特别的感觉 然后铝合金的这个蓝色 跟这个表带 我个人觉得很搭啊 但是总归有一点是 如果要追求质感更好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买不锈钢的版本 不锈钢的版本 我去年使用的感觉来看 它确实更加好 然后缺点是不锈钢的 会更加沉重一点啊 然后同时呢 不锈钢它会有一些边缘上的被刮花 但刮花这个事儿 如果你真的在乎的话 你偶尔抛个光什么的也都行 但这个铝合 我个人是记得不是那么耐磨的 就是你碰一碰撞一撞 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些 像类似于那种擦痕啊 掉漆的这个形状 但我觉得3000块钱的一个表 你在乎这干啥呀 又就是用一年 然后就会换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觉得没啥 不用在乎 然后对 还差点忘了一个事儿 就是苹果官方在做 就是已旧换新的时候 手表甭管你买的是啥品牌 它最高回购价格就2000块 所以如果你买的是爱马仕的版本的话 你不要在苹果那去换购 你在咸鱼上给出掉 这样会更加好一些 当然你钱多不在乎 无所谓啊 然后来说这个续航啊 续航其实对我来说 Apple Watch三代之后 续航就已经不再是啥问题了 因为我的日常使用习惯是 我可能早上10点钟左右出门吧 晚上五六点钟 六七点钟 最底就到家了 然后我本身这个手表 一直戴着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我知道他说是可以坚持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这样做的作用是给你进行睡眠监测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睡觉的时候戴着一个手表 这是个人习惯问题 然后同时我也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悖论啊 就是你如果把它戴着手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了 那没问题啊 那你白天不就要充电了吗 那苹果的这个充电器是吧 难道是要说自己在家里放一个在办公室放一个吗 然后以便于在白天充电的就上班的时候他充个电 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个使用的情境对我来说还算是挺少的啊 就没我就对我来讲就没啥新的功能 然后哦对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 其实是他如果你买的不是这个WiFi版 只是那个3D版本的话 它是可以给非iOS用户开通的 就比如你之前是一个安卓用户 然后你可以给他开通一个就手表 就绑定的是你的账户 然后同时你的这个账户呢 还具备观察它的能力啊 就如果这手表授权同意的话 你可以知道它在哪啊 然后对吧 那个就可以衍生出许多奇奇怪怪 又可能有点用处的功能 那如果你是给自家的孩子去开通的话 你甚至可以在手表中设置一个类似于电子微软的东西 一旦他在什么上课时间出了这个电子微软 你都能收到提醒 甚至你还可以知道他在上课这个时间中 唤醒了手表多少次 作为一个曾经是儿童的人 我觉得如果我是儿童的话 我个人应该会比较讨厌这个功能吧 当然我觉得它的实用性无非也就是安全为主 就能知道你万一走失了走丢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其他的你说我连一个上课唤醒多少次手表表盘 都给我爸通知一下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功能 当然苹果它做了非常丰富的隐私设定啊 你可以不管它 你可以那个在手表上去拒绝共享这个内容 但是你爸掏钱 然后你拒绝共享 好像又那么有一点不太好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手表对我来讲的一些功能上的存在啊 然后其他好像就没啥要说的了啊 防水还是50米的防水 续航跟之前也差不多 多出的一些新功能 其实是握修OS多的一些功能啊 比如说你洗手的时候 可以提示你在洗手啊 统计一个时间 但我觉得那不太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戴的手表的高度相对来说高一点 就好几次我洗手 它并没有提示出来我啊 就这样吧 然后作为iOS用户来讲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你开车的时候不方便掏手机 然后有啥推送 那个推到手机上 推到手表上来 手表表演 然后一看就挺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每一代例行升级吧 当然也没啥特别要说的 对吧 不知道你们有啥特别的感想啊 那个有啥问题 不妨在视频中给我评论啊 弹幕啊 给我留言 有啥需要解答的 我还可以再给你解答一下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就我今年开始就对于这些事不是那么追求品牌什么的 就3199我觉得真的挺香的 至于ESM那个版本 我去年其实一直都没开通 对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用的那个中国联通的没法开通啊 然后后来可以支持开通了之后 我又觉得没必要 就所以我完全对我来说ESM没有用处 当然如果你要是给什么家人开通的话 你是一定要买ESM那个版本啊 才能开通 不然是开通不了的 好别的也就没啥了 这就是一期简单的聊天聊到这个小产品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短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平时收藏的订阅等会买卖 再偷到边上微博 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那最后呢 感谢我们的爸爸买个便宜货网呗 这个表现在是官方标价 如果有打折的时候买个便宜货 应该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呗 那想要买这个手表特价的同学呢 不妨再等一等 反正你知道双十一也临近了嘛 这东西肯定会打折的 对吧 拼多多呀 淘宝都会打折的 到时候有打折的时候买个便宜货 就跟你说一声呗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